除了关注灾后重建的各项进度 证明代表叶维奇针对政公所执行推动 包括部落聚会所所兴建 以及农田区域排水设施 清余作业的成年老岸 毫无动静 引发代表们的强烈质询 除了关注地震灾损复原重建工作 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证明代表叶维奇 针对玉城部落聚会所动土后 却是设计变更再变更 另外达盖部落聚会所兴建计划 则是延宕展延又展延 政公所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叶维奇相当不解 你看人家的也才多久的时间 把这样的一个地方立起来 虽然我们那个地方小 我在想也有你们已经请设计师 怎么设计上族人们的需求 都已经放在里面了 但是呢设计公司一次一次的来设计 设计到最后是族人 都不知道你们的版本 跟他们手上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这样 那不管现在是哪一个版本 那真的是不希望你们一直在浪费工堂 叶维奇要求政公所向临近瑞瑟湘公所 无缸部落聚会所的建制取经学习 另外在上一任会其咨询要求改善 水田全部都降添水 28万用在那个地方 那现在怎么办 那首先跟一来版报告 就针对今年度28万的我们区域派水 那确实也在今年上半年度的时候 在东方我们已经执行完区 那也是我过来到现场去亲自研修 另外叶维奇也执询福音部落第二期 互播工程进度及设计不符部落需求 以及桥头加入市级市营运后的成效 同时对于地震灾后出现 非公布门或村里长干事的人士 协助受灾户申办灾损补助的怪异现象 强烈执询政公所请务必了解厘清 避免受灾民众权益受损 接着是玉蓝玉璃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与点点栏目